这个章节我们来讲一下剪辑软体 免费的剪辑软体 这个openshot.org 这个网站 你去Google搜寻一下openshot就有了 然后如果你直接打网址就是openshot.org 这个网站里面 这边有一个它会自动去侦测你的作业系统 像我现在是Windows 你就点这个Windows 或者是你不用点它自己会跑出来 因为这是免费的开源的软体 open source的软体 这边有一些广告 像这是Google广告 你不要去点错 像这种是有一个XX有个I的 这个都是Google提供的广告 不要点错了 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广告费可以赚 因为这是免费的软体 他们有一些广告才有收入 那这边就显示出Windows 我的作业系统64位元 Win7、Win8、Win10都可以用 那就要点这个下载 下载之后点下去这边会跳出来 问你要存在哪一个资料夹里面 那我刚一下载过了 我就先按取消 那你下载完毕 它是一个执行档 就点击然后安装完 像Windows这样 下一步下一步就安装完了 然后如果你是Linux 或者是OSX就是Mac作业系统 苹果电脑的话也可以支援 好那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使用这个软体 首先我先去把这个软体打开 好刚刚那个 OpenShot Video Editor 点一下 那软体开启之后呢 它预设就是有一个新的专案档 那这边它上面有写说 HD720p 30fps 然后就是720p就是1280的宽度 乘以720的高度的大小 然后每秒钟30个画格 那这个太小了 一般我们现在都 我们用Full HD的话 就是1920x1080嘛 所以我们到设定档案这个地方 然后有一个选择设定档 设定一下 这边我们把它调整一下 调整成HD的1080p 然后30个画格 这个1080p 30个画格 点击一下 因为这是现在最常用的格式 好 然后按一下关闭 上面就看到1080p 30个画格 好 然后我们开始去汇入我们的档案 好 汇入档案就是按刚刚那个加号 然后我们去汇入一下之前录的影片 好 比如说好 一个人像的影片 这个按住Ctrl 然后重复选取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开启 好 他就把素材都汇进来了 好 这个素材就分为影片 或者是照片 或者是声音档也可以 那这边显示全部 就会把所有的素材都显示出来 如果你要单纯显示影片 就按这个视讯 单纯照片就显示这个影像 那单纯声音的话就显示这个音讯 好 那我们再去拆个声音档案进来 好了 我去找一下 找一下声音档案 音乐好了 这里面 好 好下载个音乐进来 按下显示全部 好 开始 我们先把这个影片 拉进来 拉进来放 先拉到第一轨 它分为123轨 然后我们再拉一张照片进来放 放进来 好 让它按播放一下 好 你会发现照片在上面 对不对 照片在上面 影片在下面 所以照片压住影片 把照片移开一下 有没有 到这边的时候照片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 播放石头 到这边的时候照片出来了 照片压在这个影片的上面 好 那我们现在先简单的做剪辑 做好的素材把它汇进来 先找一下上一节课做好的素材 好 上一节课素材 我先把它选进来 这个素材 那我们先把刚刚的这个素材 选取之后 按Delete就可以删掉 按Delete就可以删掉 然后我们把上一节课素材拉下来 然后第一个影音轨道 好了 然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 就是把前面这个部分 不要的地方把它切掉 我们先按空白键 空白键就等于Play 就是这个Play 这个地方开始才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按这个剪刀 移过来 然后从这个切线这边点一下 好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再去 按一下这个剪刀 让它还原回去刚刚这个箭头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被切开了 那我把左边这一个 不要的片头 删掉Delete掉 然后再把它拉到最左边靠近 然后呢 我们再播放一下 播放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都试完毕 把它关掉 缩小一下 好 后面这些也是我们不要的 好 就是我们刚简报的这部分 像这样子啊 我找不到哪个是比较好的切点 对不对 这时候这边上面有一个 这个 拉吧 把它 往左边拉 往左边拉 下面的影片就会放大 好 距离就会变长 这样你就会比较好 控制 好 可以再把它往左边拉 好像拉不动 哦 直接按加号也可以 这边是- 这边是加号 好 这样就更大了 这样我就更能够去 比较精准的裁切 那个裁切点 把拉拉拉拉拉拉 这边 OK 好 就这个地方 这是我标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按一下剪刀 然后按一下裁切 好了 再按一下剪刀还原一下 好 点击右边这个我不要的 Delete 把它删掉 好 然后呢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把上一节 我们前后不要的地方 地方把它裁掉 那当然你中间有不要的话 可不可以裁 当然可以啊 你看 剪刀 按一下 然后再播放一下 看哪些是你不要的 好 假设这边再裁一刀 好 然后再把它剪刀 点一下 还原成这个指标 游标的符号 然后点中间的 按Delete 不要了 好 这时候呢 我右边这段 要把它往左边靠 它是自动粘住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影片做输出了 那输出就是按这个红色按钮 输出 会出影片 然后选择一下你的档名 比如说 Test 然后存到哪一个路径 你自己浏览一下 我先把它存到桌面 好了 让大家看得到 选择资料夹 OK 在桌面 那注意一下你刚刚的格式 设定档这边 不用选它 这边有个目标 MP4 这个MP4档案没错 视讯基本资料 这个地方我们要改一下 我们要把它改成 输出1920x1080 所以是HD 1080P 30 好了 设定完毕之后 品质选择高 中 低 那你品质要高一点画质就会比较好 但是档案会比较大 好 按会出影片 我们等一下到桌面去看一下 好了 汇出完毕了 我们到桌面去看一下那个档案 好 这个TEST 点开 OK 那这时候你的 录制状况就是同时在录制你的电脑组织 你的这个人同 然后我们现在录制完毕 然后把它关掉 OK 所以整个影片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这个档案按下右键内容 详细资料 确认一下这个档案的画面宽度是1920 高度是1080 然后每秒30.09 就是每秒30个画格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档案的大小 它的长宽是正确的 OK 所以这个软体呢 它是完全免费软体 但是它这个软体有点缺点就是卡卡的 我以前为什么没有教这个软体 还是鼓励学员去购买其他付费软体 就是因为我用起来卡卡的 或者是有时候我如果是放第二轨 或是再放第三轨 然后 这边就 顿顿卡卡 就这样 有没有 顿顿卡卡的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免费软体的关系 所以我就没有很 推荐大家使用免费的影音剪辑播放 这个影音剪辑的软体 那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假设说 之前我们的教学啊 你在录影的过程中 你的简报动画都做得很精彩 那你就不需要去靠后置去加太多的动画 转场的话 那你其实可能就用不到这么多轨道 这么多影音轨道 也许你就就用我们刚刚的那个方法 就只有单一轨道而已 那你要做的就是纯粹把不要的地方卡掉 OK那你用这个免费的软体 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你这还需要 插音效啊 插音声音轨道进去 或插其他图片进来做动画等等 我觉得这个软体卡卡了 真的会让人家受不了 你可以用用看 也许你的电脑不会 也许啦 因为我用过两台电脑都会卡卡 我说是i7的CPU 还会卡 我就觉得有点怪 我的记忆体都至少有8G到16G 我不晓得为什么 你们就试试看 如果 如果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那当然OK 不用花钱再去买付费的软体 那我们下一节开始 我们就来讲我常在使用的 CMTESIA的软体